朝鲜独裁者金正恩 正在越南出席穿新会 金正恩绯闻前女友 或说是金正恩的情妇 由朝鲜邓李俊之称的牡丹风乐团 及三十院艺术团团长玄松月正愉快的度假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 玄松月等随行人员 乘坐游船游览越南旅游圣地下龙湾 就在前一天 金正恩火车停靠南宁 玄松月就已经被拍到 虽然朝鲜官媒朝中社24日公布的随行外访名单上 并没玄松月的名字 因为有政府方面的说明 外界关注他此行陪同金正恩扮演什么角色 卫报报道指 越南方面今晚周三晚 或安排美朝领袖 在河内大剧院欣赏文化活动 未知玄松月及其他朝方人员会否参与演出 实际上 玄松月2018年6月已被发现现身新加坡峰会 当时外界也猜测 他是否会舞宴有惊喜表演 结果出乎意料 2018年1月 他率先打头正带队考察韩国平昌东奥表演场地 并促成三世渊馆玄乐团相隔于15年 再到韩国演出 外界相信他有机会 再次充当朝鲜文化大使 透过艺术外交推动无核化谈判 朝鲜新闻网NK News分析指 美国也希望透过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改善关系 歌手出身的玄松月 2007年退居幕后 之后晋升为木旦风乐团管理层 除了地位显赫外 也曾传出他跟金正恩曾有过一段情 玄松月与金正恩年龄相差11岁 传闻指 金正恩留学润时期间 玄松月是半读之一 两人曾拍脱 但金正恩快从今日成军事综合大学毕业时 被爸爸 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下令棒打鸳鸯 由指当时以为人妇的玄松月 在金正恩强烈要求下 两人继续维持情人关系 不过后来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 玄松月却以嫁为人妻 已不是金正恩前女友 2013年韩国媒体曾报道 玄松月是金正恩的旧情人 并因涉入拍摄 贩卖银会视频而被公开处决 依时间舆论哗然 玄松月歌声甜美 打扮助时 2018年外访韩国期间也分外令人注目 虽然年纪四字头 她仍是妆容辱实 保养得很好 那你 royalty看呢 刘 然后 刘 刘 刘